不管是咖哩飯還是焗烤燉雞肉 外頭天氣冷嗖嗖 登天到了身體少凍 關節炎 心血管疾病隨時報道 但近年來不少民眾選擇用薑黃 作為冬天的保健食品 白花椰菜跟薑黃其實是超對味的 你這一鍋都抗癌蔬菜 健康養生節目上 中醫師特別將食材 搭配薑黃作為抗癌餐 對養肝非常有效 在冬天來說 我們中醫有一奉行的話 叫做肝不好人會老 在冬天循環變差的時候 所有的脂肪類還有負擔往肝臟走 我們建議這時候 可以多吃一項黑芝麻 或是高麗菜銀朵類的 剩下糙米 B1 B2 B3 比較多的食物去保肝 還有剩下超級食物 叫薑黃類的東西去 不然的話不僅肝不好人會老 甚至人還會倒呢 根據中醫推論 冬天由於受到太陽運行的影響 人體出現陽氣溪 因其腎的情況 身體容易出現過牢甚至衰老 薑黃養生法 不少民眾早有所聞 薑黃是保健食品 如果知道的話 裡面有薑黃素的話 可能會多吃一點 薑黃被廣泛使用在 保健食品和食療上 是因為本草綱目有記載 薑黃辛苦溫 龜甘脾筋 能活血行氣 通筋止痛 西方醫學也證實 它具有抗氧化 活血化瘀 抗發炎的功能 甚至有降高膽固醇的作用 也難怪近年來 成為不少民眾的養生法寶 記得黃金姐將有讚 台北報導